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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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本期金融百老会的节目嘉宾 来为大家分析国际盘的金融走势 那在上周五呢 美国劳动部公布最新的就业数据 4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呢 大减了2050万人 几乎呢是抵消了过去10年经济成长 所带来的就业机会 那10月率呢也标高到了14.7% 打破了二战后的记录 但尽管如此 市场对于经济重启仍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使得美股持续上涨 首先呢我们来看 道琼师指数 那在周线格局中 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呢 收了一根长轰K棒 但K棒的位置呢 仍是在前面两根K棒的上下影线之间 所以我们依旧呢 要注意上方的关卡 及下方的防守位置 那短线操作的投资朋友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四小时线来看 那在四小时线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WD形态的出现 那可以留意一下 在248U附近这个满足点 来做一个停力或减码的动作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NASDAQ指数 那相较于道琼师上周的NASDAQ 可以说是非常强劲的 从周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上周收了一根大红K 把前一根的天键完全给吞噬掉了 那我们转到日线图来看 下周呢投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在9400U附近这个缺口的位置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这个缺口呢 是否会被补掉或者是向下反转 再来我们来看到黄金的部分 那从黄金的日线图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呢 现在一样是在走一个长时间的三角收敛 那我们切到4小时线来看 那目前要突破的位置呢 是在1723附近 那这个位置呢突破了 我们就可以尝试做一个多单的埋伏 那下方呢 我们需要防守的位置是在1670附近 那如果这个位置呢被跌破了 那黄金就有机会往下测试 那原油的部分呢 由于沙烏地阿拉伯于5月7号的时候 宣布了上条6月销往亚洲地区 以及欧美地区的原油价格后 因此拉抬了油价的走势 那我们可以从周线图中看到 上周呢原油依旧是一个很强的多方趋势 再来我们可以切换到4小时线来看 那在4小时线中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位置 第一个呢是在下方防守线的位置 那是在20元附近 那若是这个位置被跌破了呢 很有可能会有一波空头的趋势 那第二个呢 则是在上方28元附近的关卡位置 那如果手中有多单的投资朋友呢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获利了结 或者是减码的动作 那若是这个位置呢被突破了 那也可以做一个多单的埋伏 以上是我们交易团队带来的国际趋势分享 那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的谢谢阿伦带来的精彩分享 那么在上周交易时段的交易者朋友 最关注的可能是全球股指的表现 因为非农数据公布的情况呢 远远不如市场此前预料的那么差 所以说全球股指呢 出现了一轮大幅的上涨 包括在今天开盘之后呢 A50股指 包括呢纳斯达克指数呢 也是进一步的向上上涨 道琼斯指数方面呢 是在四小时级别连续收出了几根 实体非常小 但是呢表现比较强劲的阳线 纳斯达克指数呢 则是干脆的刷新了上一轮反弹的高点 那么从现在技术面上来看呢 短线股指将继续维持在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交易者朋友需要关注的是 随着疫情管制的放松 欧美国家的这样一个疫情表现呢 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的这个情况 包括呢从道琼斯指数 和纳斯达克指数表现出来的 这样一个反差来看 市场呢更多去关注股市 并不是因为一个经济的回暖 而是呢因为美联储 或者说各国央行采取的 这样一个非常强力的财政刺激措施 交易者朋友呢 可以在短线上维持对于股票指数的关注 但是呢中长线上的操作 仍然以避免追多为主 以上就是本期金融百老会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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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